这个中元节 这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传统节日 那么还有一场殊胜的法会 叫于兰盆会 于兰盆会呢 是源自佛教的一场盛大的 在7月15举行的一场 大行法会 那么中元节是什么节呢 我们在传统的这个节日上 有三元节 上元这个元宵节 中元7月15这个中元节 下元节是10月15下元节 但它分别是代表着元宵节 天官慈福 也就是在天界有一个大总管 叫天官 他要赐福给众生 中元节 地官 赦罪 就是一切有罪 你打砸抢也好 你干什么了也好 你发牢骚了也好 你一切所做的 身口意的罪恶 那么在7月15的中元会 都会得到赦免 不会被惩罚 我们不单是今生所做的恶 会得到赦免 然后我们往事 还有我们的九族 还有我们过去七世父母 所做的所有的罪恶 都会得到赦免 他们不用去监牢里 不用去地狱里去偿还这个罪业 那么还有下缘解恶 下缘是水关 水关它解恶 我们这个一般的是 我们在10月15也有法会 那么是做什么 就是解恶 恶是什么 恶难 那么你会遇到水灾 遇到这个台风灾 遇到各种车灾 我们叫八难横死的灾难 都会得到这个解救 然后不受这个灾难的 这个贡业的惩罚 说这是下缘解 那么在古代 有皇帝的时代 特别重视三缘解 我们今天所谓的文明时代 实际上是不文明 是假文明 为什么 我们只重视了4%的文明 忽略了96%的文明 你能说这样的文明是真文明吗 所以说我们如果能够重新启用 96%的文明 世界里的文明 和这4%的文明合在一起 这才是真文明的时代 所以说我们希望呢 回归传统祖根文化的教育 让大家知道这些实相 而破除自己脑子里的支箭 这些支箭都是你被教育的 不是你自己的 我们通过一些实验 通过一些实验工程 你自己来证明 这些东西的尊贵 云南盆解 它是一个什么解的 这个 释迦牟尼 他是个人 他在世的时候 他带了很多徒弟 其中一个徒弟叫木剑连 他是神通第一 神通第一 就是他可以跟六道众生沟通 他得到了之后呢 他得着神通之后 他就想观察 他的生母去世了以后 在哪里 结果他一看 母亲跺到恶轨道里去了 恶的这个皮肤 就是都是干憋的 然后骨瘦如采 他可怜他 然后就去脱脱 脱脱以后用神通力 带着这个一勃饭 去给母亲吃 结果母亲很感恩吃 结果拿到嘴上 化成火炭 吞不下去 他又用干露 给母亲喝 母亲一喝 就是血水 又延不下去 恶鬼道众生 就是这样可怜 他就大哭 以我神通第一 佛大弟子 神通第一 我都不能救赎自己的母亲 他就回去找他的老师 释迦牟尼 释迦牟尼说 罪众生业障 与你一己之力 是不能够救赎自己的母亲 所以你要在七月十五 大家知道有个节下安居 在七月十五是 节下安居的最后一天 叫僧自私日 这僧自私日的这一天呢 你要用这个号召 这些圣众来摘僧 供佛 那么利用这个功德呢 天下所有的圣者的力量 联合起来 可以打开地狱之门 恶鬼道之门 可以使恶鬼道众生得饱足 有缘者可以得到 这个一节的恶鬼道的罪念 脱离出来 就出离恶鬼道 只是一节 就是你这个该在恶鬼道一生的 你脱这个节 然后穆建连听了佛陀的话以后 他就召集他的师兄弟 召集这些大局势 在七月十五日 这个阴历的做这个节 然后最后他的母亲 因为这个功德 最后出了这个恶鬼道 去她道往生了 所以这是个孝道 这叫穆连旧母 在我们传统中华文化里面 叫穆连旧母 那么在佛教中也是一个孝道的故事 那么他告诉我们 释连旧母尼是个实语者 真语者 不妄语者 他没有为了赚这个著作权 赚这个稿费 然后写书的 他活着的时候没写书 都是死后 他的弟子给他集结的 也没有什么版权 所有 所以大家知道 他不骗我们 他说的这些 都是当时他的弟子 跟他的真实的经历和对话 那这就告诉我们 我们为什么要救恶鬼道众生呢 实际上我们的生死轮回 不是这一世的 你是无始节的生死轮回中 很多众生都是我们的母亲 也就是说 现在恶鬼道里 还活在恶鬼道里的很多正生 实际上都是你过去的父亲或者母亲 或者是你疼爱的孩子 这叫如母众生 所以我们要在中元节 这个同期做于兰盆节 那么通过放蒙山 通过佛谦大共来完成救赎恶鬼道众生 使他们脱离 救赎地狱道众生 使他们脱离这个痛苦 去往生三善道 那么如果善言者 一致能够达成往生诸佛净土 三善道的众生 我们劝他们去 这个往生各诸佛净土 不在这个六道中再生死轮回 你做一介天人 天人死也有死 可能是几亿年的寿命 但是他也有死的时候 当死的时候恐惧心生起 也是很痛苦 那么他也要有可能因为因果业力 再多畜生道 恶鬼道 地狱道 所以是三善道也不是应该待的地方 最应该去的就是一阵法界 我们成佛就究竟了当 如果今生不能成佛 我们至少要去迷得净土 这个药师佛净土 阿弥陀佛净土 去到那里去继续修炼 不再堕六道轮回 不再有生死之苦 所以这个呢 就是余兰盆节的这个来历 嗯 你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